當隔間喔 我們要當墊底 墊底 我們要當墊底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易碎的東西 要在這一個箱子裡面的時候 易碎的喔 天然水晶算易碎 不是 輸了… 輸放哪 輸的話我們以大小本去做分類 果然有分大本 小本 像比較大本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直立式的方式 也是直立 是 為什麼 要放在最旁邊 它橫的範圍怎麼樣 輸入壓不壞 因為箱子封起來的時候 你在這個箱子的過程 你的施力點不知道會在哪邊 最容易碰撞到裡面的東西 擺在最旁邊的話 它可以很清楚地把你的東西 把它保護好 直立 它的重量好像都是平均在四周 而且它這樣反而變 很像保護的作用 重點放別的東西 那小本的咧 小本的話一樣 我們也是把它直立起來 放在最旁邊 好 那衣服呢 衣服 還是玻璃要先 衣服的話 衣服就穿在身上 這麼熱 這麼辛苦 那我們再來會 中間的這個局部性的東西 我們需要用到一些材料 好 那像同學比較隨時可得的報紙 對 我們來裝這些易碎瓶 其實同學比較會 頭痛的問題就是這些 鍋碗瓢盆 鍋碗瓢盆 杯子 小心 好像要擺攤了 怎麼會 我們最大型的鍋子 我們就先放進去 鍋子先放 它不會破 對 它比較不會破的 然後再來依順序的大小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組隔 像這種也比較不會破的 也不會破的 就放進去 不會破的 再做另外一個組隔 一個一個吧 這樣保護好東西 OK 這個 這個一定可以 對啊 所以陳大哥我們也可以 就是請你去家裡幫我們搬家 做這個 打包嗎 現在有這種服務嗎 打包也可以 沒錯 也可以 也可以 你還可以坐在那邊看電視 坐在你旁邊看 所以你最後再搬電視 他可以再催你快嗎 就是你快一點好不好這樣 你會生氣嗎 對啊 沒有 生氣是不會 好 那我們按到大中小這樣子放好之後 剛剛還有什麼嗎 還是說一些可以塞一些襪子或內褲 在碗的中間 可以啊 是他穿過的那個 誰的啊 賣雞的啦 好漂亮喔 可以放在碗的中間 裝飾服裝 這樣就不會生 不太好 阿三咪 阿三咪 你要送我是不是 阿三咪 來 使用吃的東西都歸類在同一區 好 像衣物方面的話 怎麼會有這個 還是會建議消費者 你把它整理好 你把它整理好 整理好 那怎麼是女生的 賣雞 衣服也可以嚇人 你看看 賣雞 太厲害了 當胎衣穿 還是一樣 還是要包 這裡要包 稍微做主格 你不想看到他們 他不是包起來 主格 他就稍微做主格 對 然後丟掉 然後放在易碎品的上面 所以衣服是建議放在這裡 上保護下保護 對 旁邊可以被控制保護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 就是讓趣箱不破的方法 大飛 先來試試看 你把它做成一個不會破的箱子 怎麼封它 那應該蠻簡單嘛 不就是 對啊 不就是這樣封起來嗎 還有什麼特別的訣竅嗎 一定要 要什麼 要擺好姿勢 馬步要紮紋 這樣一道 然後再 一道 撕掉 好 另外咧 旁邊的縫 旁邊的縫 聰明 厲害了 他真的不會啊 不好意思 好 來 通常這個不是一小 好 一小的口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再一樣嘛 對 什麼國語 我說我們搬家公司都是這樣做 好 OK 來 陳大哥 他剛剛這樣子 對嗎 這樣OK嗎 這位同學滿有天分 完全正確 我沒有料到耶 正確就是這樣 是的 沒錯 OK 所以其實這連側邊都要就對了 側邊最重要 如果真的太重再多加幾道 是 沒錯 但是它是不是要長一點 我們通常有個為了安全感 我們這兩邊的就會稍微 它就會長一點 對啊 對 沒錯 它比較能夠去窄重 因為這種膠帶它是有黏性的 你拉得越長的話 它的窄重力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不用再貼個叉叉 不需要 也可以啊 颱風來的時候要啦 好 颱風來搬家 你的真閒啊 好,謝謝我們的陳大哥 謝謝 謝謝 好,接下來第三位 是我們等到已經快要睡著的達人 我們林亭秀歡迎他 好,林亭秀 大家看一下亭秀 目前前面有個提示 可以跟我們看一下嗎 是一台計算機 大家猜一下它是什麼達人 小胖,你覺得是加斯達人 我覺得加斯達人 而且它那個計算機 感覺會省一些 像瓦斯費 像那種什麼一些電費那種東西 而且我們來賓 加斯達人好像都坐那裡 通常是在這個位置 好,這個請自己公布好嗎 請是 折價券也有達人 收集各種各樣的折價券 對 然後一個月 對,我曾經一個月省下了 多少錢 讓大家猜一下 猜猜,瑋威妳猜多少錢 一個月 如果說她一個月有3萬塊 她可能會省下2萬塊 省2萬 折價券 折到幾千萬 林蔻妳覺得是 我覺得應該可以省1萬塊左右 1萬、2萬 都算多了 算很多吧 我們看一下 現在公布答案 1700萬 1萬7 一千多塊 太誇張了 真的假的 我現在 一個月沒賺1萬7 線上的那個團過網很多 那不管是SPA 醫學美容 還是餐廳 還有一些很昂貴的一些餐廳 我們平時不會去吃到的 在這個 五折券裡面都有 都是有的 都是有包涵的 妳去哪裡找到這些資訊呢 去哪裡收集 就是我會去奇謀搜尋一些關鍵字 那現在也會有一些 店家都會有一些 幫大家統整一些那個 OK 跟我們公布一下 大概有哪些地方 可以找到這些折價 不好意思 妳小小東西太多了 現在 現在有幾間那個網站 它會將 現在的十幾間的團過網 會轉合起來 甚至會分類 讓我們很清楚的一目了解說 這個東西我需要 這個內容OK 這價錢 這地點超方便的 後就馬上去做點閱動作 所以五折日報 是過了中午以後賣嗎 是嗎 沒有 每一間的都不一樣